耳朵痛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阳靖 新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耳朵疼呢实际上是一很大的一个一大类的症状 引起耳朵疼的原因实际上很多种 实际上从耳朵疾病当中来讲 比较常见的耳痛呢 因为耳朵分成了三个部分 一个是外耳 一个是中耳 一个是内耳 那么这当这三部分出现问题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引起来耳痛 那相对来讲 我们比较常见的 还是外耳和中耳的 引起来耳痛比较多见 因为我们耳朵当中 耳朵的这个外耳的皮肤呢 皮下组织是比较少的 当我们的这个皮肤周围有炎症的时候 因为它弹性的空间会比较少 所以呢对神经会产生直接的刺激 因此耳痛就会表现的更为直接 那么外耳道的炎症 就会引起来我们的耳痛 那么中耳的炎症 也会引起来我们的耳痛 所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两类 这个耳痛的原因 外耳的这个耳痛当中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关注的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带状炮疹 当我们带状炮疹 在我们腰上的皮肤产生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经常讲 叫这个浓缠腰或者舌缠腰 它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疼痛 那么当这种带状病毒 在我们耳朵的耳廓的这个皮肤上 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亨特的综合症 这个也是在我们耳廓当中 带状炮疹沿着神经的这样生长 这种耳痛有可能早期的症状是耳痛 后期的可能伴随着有我们听力的下降 也有我们面瘫的这种可能 甚至有可能引起我们平衡的障碍 这是外耳当中一种常见的耳痛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外耳道研 因为我们的外耳道研当中 这个很多的人有一个不良的习惯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 耳朵不掏是不浓的 但是我们的人呢 常常在这个没事干的时候 在休闲的时候 喜欢拿起一些耳勺 或者其他东西去掏我们的耳道 实际上耳道当中 我们知道耳道当中有一个皮肤的这个附属器 是实际上就叮咽线 就相当于来讲分泌了一部分的我们的叮咽 那这部分叮咽我们俗称可能叫耳屎 那大家有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很脏 所以要把这个东西清理的很干净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们顺手拿起来很多的东西 有可能是带有细菌的 那么这样在我们掏我们耳道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这个耳道的皮肤的损伤 导致我们皮肤的感染 从而出现皮肤的炎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的叮咽线实际上分泌的叮咽 在我们耳道当中也是有作用 它维持了我们耳道的酸碱度的一个平衡 如果我们把叮咽 如果过分的掏 掏得很干净的情况下 会使得我们外耳道的酸碱度 会出现一个平衡破坏 当这种平衡破坏的时候 结佳有细菌感染的因素 就会出现细菌感染 进而也有可能会出现真菌感染 那么这样情况也会表现出耳痛 或者说我们外耳道会出现这个肾出 那么中耳的这个耳痛呢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中耳粘膜 出现了肿胀 流脓 这些原因都有可能会 因为中耳的炎症 引起来我们的耳痛